HELLO 大家好!有飛入! 今天要和大家說的第一個新聞就是關於Jason Tatum 究竟他穿的鞋子是AJ37還是個人的代言鞋呢? 我自己看上去的感覺是有點像個人的代言鞋 因為從鞋身的位置看上去是完全沒有Jordan系列的影子 雖然你會隱約在腳跟的位置看到Jordan的標誌 但鞋身的側面真的感覺不到像一對Jordan系列的正代鞋 正代鞋通常都會比較多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包裹等等 所以這一點看上去是有點不像的 但它的外套又立刻黏著Jordan 7系列的外套來對比一下 鞋底的部分的確有點像Jordan 7 因為它每一代的三字都會依照他之前的 例如31等於1、32等於2等 會一直參考之前的鞋底去出 所以這一款看上去是有點像7代的東西 但它這個系列很明顯是沒有Eclipse Plates 即是沒有Packback在中間的位置 這個就比較有趣一點 如果我覺得純粹在正代來說 這個設計來說 我覺得也是挺突出的 因為34是硬一點 35也算是很勉強 36已經做好一點的時候 去到成熟的情況下37取消它 我又有些覺得莫名其妙 但這個可能會是跟隨著自己Luka-1 在裡面的Packback 就叫做Multi-Directional去做 就因爲只是做一個吾位在中間 也有些可能性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是根據Luka-1的做法來講 它的中底也有機會是因為這樣而取消了那個Packback 在中間讓你看到 這個就要到時拆解才知道 這個其實就很明顯 大家就要猜 究竟是Jason Tatum 會不會出他自己的個人簽名鞋 其實Luka-1出了 那是不是Jason Tatum 又已經去到那個高度呢? 我自己覺得就一波一半 Jason Tatum 自己本身的個人能力是OK的 但他的帶隊能力 我都覺得始終是差一點的 所以一點 究竟會不會足以令他已經有自己 成名到一個點有自己的球鞋 就要大家繼續評價一下 不過純粹以外觀來說 外觀的製作 我想是偏向於輕量化一點點 你會看到鞋面的部分 全部都是透氣網面 整體的支撐部分也不算是非常多 所以純粹在照片上的設計 一定是輕量化的 以及前後掌的中底部分 都好像比較厚實一點點 會不會因為這樣也會令重心偏高一點呢? 其實整體來說 JORDAN 34、35、36 重心也不太高 但如果這隊是37 我覺得重心的調校 好像又會高一點點 會不會是中間、中底部分 也會沿用了像LUKAR-1 避震物料 23的物料 並非用Nike Yarizuma 各方面的物料 這個也是非常有機會的 如果它將LUKAR-1的科技 一直引伸 就是Jason Tate 和自己的鞋 或者是JORDAN 37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也是有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純粹是一個 變成一個 可能改單 React 物料 加一個 Multi-directional 的Plate 在中間 這個可能性就會立即大很多 現在看看 JASON TATEM 現在本身打了2比2 一隊功錄 和他打了火龍火錄 我相信 他現在的簽名鞋 都未知會面世 起碼不會見到 留意後續的新聞 Kawaii II OZEN BLUE Kawaii II 其實不斷出 現在Kawaii自己 反而又沒有份 其實好像New Balance 也只是不少球員 所以一路 你都會在球場上 看到人穿Kawaii 但除了他自己之外 Kawaii II的性能 坊間說到都OK 但我自己進了手 都未有空試 之後可能跟大家說 究竟試了出來 會有甚麼感覺 這隊我相信大家的興趣會比較大 Puma MB.01 Galaxy 其實Galaxy 系列 曾經十幾二十年前 我自己都有兩隊 Galaxy 系列 真的很帥 太空版本的系列 永遠都很有市場 來到Puma Galaxy 也是外觀上挺吸引的 我相信這隊 也是很難入手的系列 近幾款的Puma MB.01 比之前難入手了很多 所以來到這一款 會不會都是一樣難入手呢 這個可能都要大家留意 但我反而自己比較在意 它究竟低筒版本何時會出 我一路看它的新色 它顏色是漂亮的 性能都是OK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它做低筒版本 會不會更加合適 百川里 百川里不知道為何這麼厲害 百川里 當年貴購賽 我現在還沒入手 但它的服飾量非常多 百川里 現在的Jordan 8 Jordan 36 和一對Jordan Series.01 的鞋子 都有它的Logo 比大球星還厲害 但它一個人有幾個Logo 還有自己獨立的鞋盒 很明顯 你知道日本市場有多龐大 只要有日本新星來講 他們都不惜公本 為它做很多不同款的鞋子 又有衣服又有鞋子 其實我覺得鞋款和衣服 百川里一向都出得不錯 其實我自己都很喜歡日系 日系風 所以它這個造型 無論在Jordan 8 這對Jordan 8 的百川里 和這對36 都是非常吸引的 看看大家自己能否入手 我覺得這兩隊都值得 純粹配衣服的角度 這三對配衣服都是好看 而且真的比較特別 順帶跟大家講一講 三人繩火影的鞋子 其實你看到現在這個 最正常的 可以看到你所有的款 黃色那隊已經出了 我看到也沒有太多人去搶購 黃色那隊 我相信 其實像白黑鞋 各方面的東西 都應該不難入手 如果你真的火影迷 我覺得 都可以考慮一下 鞋子方面 就一般 其他衣服 可能會吸引多一點 你只可以留意一下 好 來到今天還有一個 Mac Juno Wave Aero 20 加R 這隊應該是長跑少少的跑鞋 它本身的Wave 用玻璃纖維做 而是碳纖維 其實這個彈性會比較大 不會跑下去那麼硬 因為碳纖維始終都需要人 比較大的動力才可以推動到 這款用波纖維 反而對一般來說 跑手或跑油會比較適合 其實它的纖維布面 也積得比較簡約 紋路上 所以看起來相對是比較貼腳的 可能鞋子的表面會比較窄 可能闊腳就要留意 會比較偏窄 但是Majuno Wave Aero 20 其實本身都很穩固的設定 所以做起跑鞋系列一向都不會太差 再加上Majuno 橡膠外底 都是挺耐心跑鞋的 所以各方面看來都蠻適合 大家可能長期練跑的朋友 都可以留意一下這款鞋 Anyway 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問題 下面留言,訂閱、訂閱、分享、分享 我的頻道 今晚還有生日快戰神 Bye Bye